為了典現大學四年的學習成功 南開國際大學文化創意學學學生 利用拍筋罵、目光、以及流理、頂竿的手法 創作出很多生活用品 保證正在文化教基盤展覽 好方法應有興趣的名字 到現場來欣賞 好吃的學生一點鼓勵 學生感謝到自己的作品 在一項和一項相當幽露的出港技術品 都是南開國際大學文化創意學學學生 謝謝你來說好幾個 因為金弓很亮很漂亮 也可以做到很細緻 所以現在的手鍊那些飾品 都比較講求精緻 所以我就想要用金弓來呈現 然後我們主要以紅銅、黃銅為主 用其中一種牡甘花的花瓣為我們主要的造型 我們傳統傳達裡面是傳統的東西 其實也能融入現代的飾品裡面這樣 除了利用金弓所製造型 跟伴侶和手環一樣 也沒有工所製造型的家具是最特別的 有一個大型的 它是外框是幼木 然後我是想說 我想要用水波紋來呈現 所以就刻出一圈一圈的這樣 我們是森林 我們想要呈現原始原味的森林 所以我們用章木去用章樹幹的抽屜的拉拔 旁邊的那個小抽屜有三個 然後它是以南投特有的葉子去呈現的 利用金弓工以及流離頂頂的工具手環 跟學創醫來創作出很多生活用品 展現出學生大學四年來所學生的成功 也特別在文化球來基盤燈燃 未來的順悔到國立公共特殊館 以及台中文化創醫三養橫館來燈出 看到小朋友他們那麼活潑 熱絡 甚至也非常有活力 那在整個展出方面 特別可以感受到今年的作品 其實跟以往有所不同 不但精緻 接近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奇蹟的手機 特別使得我們各位鄉親 大家共同來觀賞 現在文化創醫三養是最大的時間 這個學生都會到你這行來學生 開創自己的手藥 這次南海科技台海的學生 手電出的作品 希望大家真好樂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來跟現場分享 跟支持學生的工具品 接下來領先採用報道